欧冠梅开二度 孙兴敏庆祝动作因争议 人品球品俱佳 梅的黑 此一饱受产人红牌事件争议的孙兴敏上演梅开二度 而他的庆祝动作也引发不少争议 孙兴敏在进球后双手合十 围上一场受伤的对手戈麦斯祈福恳请原谅 这一幕也感动收看直播的球迷 进球后孙兴敏并没有庆祝 而是选择继续对戈麦斯的抱歉和忏悔 人品球品俱佳 这样的亚洲一哥真棒 期望你为亚洲球员带来更大的荣光 同时祝愿戈麦斯早日康复 恭喜孙天王成为欧冠历史上进球最多的亚洲球员 亚洲之光实至名归 孙兴敏真是好样的 没开二度 默默祈福戈麦斯 这样的球品人品双加球星 给亚洲球员带来荣誉 孙兴敏的成功背后付出了很多很多 看看前几期的天下足球节目就知道了 真的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当我们在黑孙兴敏时候 不如反思我们又有多少本土球员愿意流洋